全球最美的自行车道果然名不虚传 2018台湾自行车节 日月坛Comeback Day自行车嘉年华 举办环坛活动 分别为30公里挑战及10公里逍遥游 吸引国内外1400名骑士参加 今年日月坛Comeback Day自行车嘉年华 吸引到包括日本、美国等地许多车友参与 环坛30公里挑战活动在早上7点半后展开 由副县长陈正深、交通部观光局副局长张锡松等人 鸣笛出发为局势们加油打气 休闲式的活动 非常适合全家出游的一项 非常具有健身以及挑战住我的一个精神 尤其能在日月坛风光明媚 还有各种景色、文化、艺术 都齐备的一个路线 难怪会被CNN评定为全球时代最先车道 陈副县长欢迎参与此次活动的启示 他表示日月坛风光明媚 是最好的自行车活动地点 另外与日月坛地结为姐妹自行车道的日本赖湖内导坡海盗 连续7度主团来台共襄盛举 而日本靖岗县冰明湖、角山亭、北海道摩州湖、富良野、长野信悦地区等单位 今年也都来台交流 并与会场涉探推广自行车观光旅游 日月坛以日本的一个冰宋、冰宋的冰明湖、地盟为姐妹湖 另外赖湖内海的一个岛内坡的自行车道 今天也正式要跟日管处来签地盟 未来宋方面会做一个交流活动 就是我们选手过去他们选手一起来 等于就是两国的一个体育交流 这都是非常正向的一项活动 环坛挑战组车友出发之后 10公里自行车道逍遥游也随后登场 很多家庭参加10公里自行车道逍遥游活动 其次从象山游客中心出发 沿湖畔、象山自行车道往北骑行 时而临间小径、时而水上站道 其在全球最美的自行车道 让人觉得心旷神怡